Hello 大家好 我是Jesse 那我们上节课呢 跟大家一起学习了我们这个Python3的新特性里面的 数据类型呢和基本运算的主要一些变化 虽然比较杂呢 但是呢请大家已经要及时的去复习 因为我们这部分呢 作为基础它是很重要的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会继续让大家介绍我们的这个Python3新特性里面的 后续的变化 然后我们今天会主要给大家介绍 我们的Print函数和我们的Exact函数 然后这两个函数呢 它的主要的变化 我们这两个函数呢 它呢也是非常基础非常重要的 相信大家呢在Python2当中呢也经常去运用 那么它在Python3当中主要有什么变化呢 今天呢我们将很详细的向大家来阐述 现在呢就让大家来跟我进入今天正式的学习 我们今天呢主要会来讲我们两个主要的函数 一个是Print函数 一个是一个三个函数 看这两个函数呢 它呢主要的变化是什么 OK那我们现在就来进入我们第一 第一部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Print函数 那么呢我们知道我们这个Print函数呢是很基本 而且也是我们在各个语言当中用的都非常非常多的一个函数 可以说我们作为初学者呢 我们可以说第一个我们认识函数就是Print函数 所以说它呢也是很重要很基本的 那么呢我们在Python2当中呢 我们知道我们这个Print函数呢 它呢可以是以函数的形式存在的 也就是Print后面加上小括号 对吧或者呢是我们是以语句的形式来存在的 也就是说我们Print后面加空格再加一个字符串就可以了 那么这两种方式都可以 我们怎么用都可以 那么在Python3当中呢其实呢它就已经不一样了 我们呢现在Python3呢它只是一个函数 它不再是一个语句 也就是说呢它后面呢是必须要加小括号来实现这么一个Print的功能的 它呢不可以后面再加空格或者是再加需要打进的字符串什么的 这种语句的形式呢我们已经不允许了 所以说为了大家更好的来理解我们这个Python2和Python3的这么一个区别呢 我们现在呢就会给大家举实力 希望大家呢可以从设计当中更好的来理解 我们这个Print函数它的变化是什么 我们呢还是呢已经把实力呢已经给大家打印在屏幕上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么呢我们呢这个比如说我们的实力1 我们呢会打开一个文件叫log.tst 我们呢会把这个文件打开之后呢 然后呢把它的这个文件基屏呢 我们返回给这个FID这个变量 之后呢我们会利用我们这个Print这个函数呢 我们将我们的一个自定义的字符串呢 重定向给这个文件FID 也就是说呢我们会以写文件的形式呢 来打开我们的文件之后呢 我们把一个字符串写到这个文件里面 实际上就是实现就是这么一种功能 很简单的一种功能 那我们在Python2当中和Python3当中呢 它呢实现的是不一样的 我们现在呢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它到底是什么地方有变化 还是为了节省时间呢 我们已经把代码呢给大家写好了 然后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大家呢就可以一边读代码 然后呢之后呢再给大家看一下运行的结果 然后也达到我们今天的教学的目的 OK大家可以看 那么我们这个代码呢 就是以一个我们在Python3当中 去运行的代码 对吧大家怎么看出来的呢 那我们刚才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我们这个Print函数呢 在Python3当中必须是以函数形式出现的 它不可以是我们的语句的形式 所以说呢我们这个Print 我们这里面都是已经加小括号了 对吧 所以说呢我们呢 很简单的三行代码 实际上呢我们就实现了两个小功能 第一个小功能 我们打开了这个绕个点TST的文件 是以写方式来打开的 之后呢我们呢把我们自定好的字符串 我们就叫也叫绕点TST 我们往这个文件里面写 对吧这个过程我们是不应该报错误的 然后我们写完之后呢 我们最后呢会在我们屏幕上 打印一个Hello这么一个字符串 所以我们现在就给大家运行一下 看看我们这个 在Python3当中呢 它的运行结果是怎么样的 OK那么我们先运行一下 那么这个结果呢跟我们想的一样 那么呢它呢写文件的时候 也没有报错误的错误 并且呢它呢把我们Hello这个字符串 已经打印在屏幕上了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Python3的 这么一种写法 然后呢我们把我们的这组代码呢注释掉 之后呢我们呢给大家看我们的下一组代码 那么呢我们的这组代码呢 就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语句的格式 那么大家呢就可以猜到 实际上它呢是我们Python2的这么一种写法 也就是说它这个Print呢都是以语句的形式呢 来出现的 那么它同样呢是以写的方式呢 来打开我们的这个文件 就叫log.tst 之后呢它呢会以语句的方式 它呢会把我们这个log.txt 然后这个字符串 然后重定义到我们的这个文件里头 换句话说就是把我们这个字符串 写到我们的文件里面去 对吧然后之后呢它会在我们屏幕上面呢 然后也是打印出来hello 实际上呢这个功能呢和我们刚才那三行的功能是一样的 那我们现在在Python2当中去实行一下 OK那我们在Python2当中呢去执行的话 就大家可以看 那么呢它的结果呢和我们在Python3当中的结果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这个Python2呢它呢是很灵活的 以语句的形式呢以函数的形式都可以实验我们的Print函数 但是呢换句话说我们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在Python3当中去执行一下看看它结果怎么样 哦它在Python3当中它就没有办法去执行了 因为它不会报错误 它告诉我们Print这个地方呢我们会有语法的错误 所以说这个就验证了 那我们在Python3当中呢我们只能是使用函数的方式去Print东西 后面B加小维号 那么不加小维号语句的形式我们已经不再支持了 那么3的规范化又一次体现出来了 那么呢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我们Print的第一个例子 然后呢它的实际上的代码呢就是也在这 我们呢就也清晰给大家已经打印在我们的PPT里了 那么之后呢我们再给大家讲我们另外的一个Print 也就是我们的实力2 那么请大家看一下 那么我们Print的实力2呢实际上呢我们是用我们Print的函数呢 来连接我们两个字符串 因为我们这个Print函数实际上它用法还是很多的 它连接字符串的时候也很好用 比如说我们第一个字符串我们叫它FOO 叫它FOO 我们第二个字符串呢叫它BAR 叫它BAR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呢就可以 用我们的指定的一个连接服务 我们的百分号 那么我们呢来连接我们这两个字符串 那么它能不能达到效果呢 我们现在呢还是给大家做演示 OK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呢把这代码都注释掉 我们只留这一行只给大家演示我们这一行的结果 OK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呢还是在这里面我们给大家执行一下 OK大家可以看到 那么我们呢就是已经很成功的把我们这个字符串呢 连接上来了 那我们就第一个字符串是FOO 然后用百分号来连接我们的第二个字符串就是BAR 所以说呢我们这个Print函数呢 在我们PIN3当中呢 它也是可以用于我们连接字符串 然后呢而且呢我们可以指定我们的连接符是什么 所以说这个呢就是也是我们Print的一个很特殊的用法 那么呢我们这个Print函数在Python3当中的变化呢 就给大家讲完了 那么第一个大家记住Print是函数了 不带是语句 然后呢另外呢我们这个Print的用法就也是非常多 然后呢请大家呢在以后的学习当中呢 慢慢去体会 好那我们给大家讲了我们Print函数之后呢 我们现在就会给大家进入讲我们的第二个很特殊的函数 就是Exact函函数 那么这个函数呢我们在Python2当中也相信 就是大家呢会经常会用到 实际上它呢就是作为我们就是复制啊或者是执行语句的时候用的 那么这个函数那么它在Python3当中它有什么比较大的变化呢 其实呢它的变化呢主要是体现在它的这个修改或者是复制局部变量的时候 那么呢我们说为了规范化呢 我们这个一个Exact函数呢 它呢在Python3当中它只操作我们的Globals和Locals函数返回的字典 我们知道我们这个Globals肯定呢是代表的是全局变量 那我们这个Locals呢主要呢就是代表我们的局部变量 那么我们这个局部变量呢它很特殊的就是 它的这个返回的字典呢实际上是局部变量的一个副本 并不是局部变量的本身 所以这样就造成了我们这个Exact函数 如果说我们直接对局部变量进行复制的时候呢 它呢会只修改这个副本而非局部变量的本身 这样的话就会报错误 所以说呢我们呢这下边呢还是给大家两个例子 我们呢一会儿会通过例子呢给大家呢具体的做演示 但是呢我们还是就是请大家先记一下 那么我们的这个Exact函数呢 它的主要的变化呢就在于 它的这个局部变量复制的时候 然后呢它呢如果说我们大家不加以注意的话 它呢复制的时候会返回错误 现在呢我们还是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脚本 我们已经把我们的脚本呢已经给大家写好了 那么我们这个代码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在PPT里面给大家列出来的代码 实际上呢我们这个代码很简单它只有四行对吧 然后呢我们这个代码呢实际上它是一个小函数对吧 然后它的这个A这个它实际上是它的一个内部变量 那么它既然是它的一个内部变量呢 我们实际上就是把它的这个A呢复一下值让A等于四 然后之后呢我们调用一下这个函数 那么我们现在分别呢会在PAS2当中和PAS3当中都给大家去运行一下 让大家看一下呢它的结果 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在PAS2当中给大家去运行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结果呢是我们如愿以偿的结果 也就是A14的 那么我们说明呢对这个GU变量它实际上是复制成功了的 那么我们在PAS2当中呢它确实是使用是比较自由 那么我们穿的代码我们说我们要是在PAS3当中去运行一下 它的结果是怎么样子呢 OK我们已经给大家运行了就大家看屏幕 然后它的结果呢实际上呢是有错误的 它告诉我们这个变量A呢它没有被定义 所以说呢这个就代表着我们Exact这个函数 在复制局部变量的时候 尤其在PAS3当中我们这样很简单的复制已经不可以了 那么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我刚才给大家解释过了 是因为我们这个存储局部变量的这个locals 它这个返回的字典 那么它只是一个副本 它并不是局部变量本身 所以说我们这个修改副本的并不是修改它本身 所以这个就会造成错误 所以说呢我们如果要是想正确的 在我们PAS3当中去用我们Exact函数 去复制我们的局部变量 那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呢 我们在这里也把代码给大家写好了 然后请大家呢和我一起来阅读 OK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么我们的这个代码呢 然后我在PAS3当中要这么写 然后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它是什么意思 我们刚才已经给大家讲过我们locals这个字典 它实际上它只是一个副本 对吧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要先把它复一下值 复完值之后呢我们在之前Exact这个函数的时候呢 我们要直接在后边 然后就是写上我们这个globals和我们这个locals 然后就这两个字典 然后之后呢我们再把这个字典当中的这个A的这个值呢 已经复成功了的这个值 然后呢我们再返回给A 这样子的话呢才可以给我们这个A这个局部变量成功的复值 这个呢是我们在PAS3当中的一个很特殊的用法 请大家呢一定要牢记我们这个用法 也就是说先把我们这个副本呢 附到一个真正的字典当中 我们先把这个真正字典复值 复完值之后呢就再把它复值回来 实际上呢就是相当于是绕了一个弯走这个路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在PAS3当中的结果 OK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结果呢 它就对了 它呢复的值就已经是4了 所以说这个就是代表着我们这个PAS3呢 它的一种规范化 也就是在我们这个使用Exact函数 给GU变量复值的时候 它呢实际上还是有变化 请大家在变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OK那么我们今天的主要知识呢 就给大家讲完了 那么我们今天知识呢会比较整齐 一个是Print函数 一个是Exact函数 那么呢这两个函数呢 我们Print函数请大家一定要牢记 它呢不再是语句 只有函数的方式 所以必须要加小括号 另外呢我们这个Print函数呢 它还可以连接字母串 用法非常多 请大家去体会 然后另外一种呢 我们讲了我们的Exact函数 那么这个函数呢 我们讲它其他的方面的变化不大 但是呢在给函数里面的 局部变量复值的时候 它的变化还是很大的 那么原因呢是在于我们的这个 Local这个字典 它只是一个副本 所以说我们一定呢 用刚才我们给大家演示的方法去复值 这样才可以 否则呢就会报错误 那么呢我们今天的作业呢 就是请大家呢 一定要在课下复习我们的这个 两个函数的新语法 并且自己编程去练习 这样呢印象才会比较深刻 那么下节课呢 我们还会给大家介绍 我们的另外几种语法的变化 比如说我们的音铺的函数 比如说我们的二进制和八进制的 和十进制转化的这种函数 它的变化 还有我们的风循环的变化 下节课呢都会给大家 一一的去阐数 好 那我们这节课呢就上到这 谢谢大家 听说明了 那么我 един资料 我们会 rumora 谢谢大家 年轻 were 根本 才能 好了 一点